正在江西南昌出席第七届范珠合作发展论坛的澳门特首崔石安 与9加2多个省区的领导会面 商讨加强旅游经贸等方面的合作 近年澳门与海南同样积极发展旅游产业 行政长官崔石安希望 两地进一步能拓展一城多战的精品旅游路线 另外崔石安与四川省领导会面期间 也谈到汶川地震的重建进度 四川省长蒋巨峰感谢澳门政府大力支持援建工作 承诺会做好质量监管 我可以欣喜地向各位报告 特殊政府和特殊基金会 连接的180项目 到今年年底能够完整180项目 留下的四个项目到明年也都能完整 整个这一步的505年项目 都一直达到四个月 接着资金的成功 崔石安21号将会出席泛珠大会的开幕仪式 并在高层论坛上发表讲话 澳阳卫视蔡卑星李彬彬 江西南昌报道